哈啰,上一段影片就跟大家讲到 内地有些无粮的商家 就用一些有问题的垃圾肉 来做梅菜扣肉乳製菜 就搞到现在人心惶惶 很多人出去吃饭 都不敢叫梅菜扣肉这道菜 但我最近又看到一条片 这条片,厉害了 这里面的人就声称 由于现在没有人敢叫梅菜扣肉 所以他们颁课的乳製菜就滞少 但是老板就很聪明 就叫他们把梅菜扣肉重新改造 变成回锅肉 只要有人叫回锅肉 他们就要把一份梅菜扣肉拿出来 然后把上面的梅菜就清理干净 接着就照回锅肉的做法去处理 就是这样 一到有梅菜扣肉 演变而成的梅锅肉就完成了 真是拍得住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 这个进化论又添写了新的一页 梅菜扣肉,梅锅肉 不过其实不用怕 因为这条片里面是讲了 他们用的梅菜扣肉乳製菜 全部都是合法合规 这样做只不过是不想浪费食材 所以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还为这个环保出了一分力 你这样做一份可能的环保效益 还好过你用几次那些烂鬼子餐具 先说明了 我是讲烂鬼子餐具 不是全部子餐具 有点好的 但我有想 虽然影片里面是合法合规的梅菜扣肉 但如果有些无粮的商家 他们手上真的有一大堆有问题的梅菜扣肉 又真的卖不完 他们一样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处理那些肉 还有 这些梅菜扣肉 洗走了梅菜之后 其实就是五花腩 又有没有可能他们除了用来做梅锅肉之外 还可以做些其他猪肉的菜式呢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的 很多黑心商家都是计算的 只要利益是大过风险的 他们就会做的 会不会变成我们又在内地吃饭 或者叫外卖 只要是吃到和猪肉有关的菜式 就有机会会吃到这些垃圾肉呢 想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最后我害怕就不是鱼制菜 可能由于我最近就看很多这些影片 然后可能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他就开始推很多外卖店 被人突击检查的影片给我 哇 我看完之后呢 我真的呆了 原来我平时叫那些又便宜又好吃的外卖 他们店铺的卫生情况是非常恐怖的 喂 我知道 但我一直都以为他们只是没有那么干净 我是完全没有想过 他们现场的那个环境 是比我的思想更加污慰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就不能够只有我自己看到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看一下 和我一起镜一镜 来了哦 准备好了嘛 这间店铺呢 就是一间买炸鸡汉堡的店铺 检查员来到呢 就见到老板不在 就叫个员工打给个老板 那我老板呢 都很有信心的哦 就跟个员工说了 给他们随便检查 老板是吧 我不熟 店员是吧 对 就你一个人吗 什么还有我 里头是谁 店长在不在吗 我在 老板日常来不来吗 他今天有使命来 老板是吧 对对对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你多长时间能到现场来 你委托一下现场哪位店员 然后配合一下检查可以吗 可以 那你跟店员说一下 你看委托哪位 你配合他们监察的事 我把所有东西都在那里看 一旦看就行了 随便监察 随便监察 有你有你 过分自信 不是讲笑 加上屏幕 我都完全感受到 但结果一检查 日常就你们两个在互操作 他在互助的前面 菜单有吗 自制饮品有没有 就你自制的哈 在哪制作啊 杀兵用的是什么水 计划器有没有 换绿芯有记录吗 是的 食品技術许可难 再来看一下 你有自制饮品这一项吗 在这哈 自制饮品质售 热湿里质售 这些是可以的 你这个 就干嘛的 沙冰是吧 有没有哪张纸呢 你们日常是怎么清洁的 看一下这里不得霉菌 这些东西清洗完了之后 都是要消毒的 你自己看一下成什么样子了 你觉得这能不能用 但你家里会不会这样用 不会 对啊 你给消费者就这样弄 喂 明白的 你有那么忙 大家男人 明白的了明白的了 不过有可能你知道 就算你洗干净的容器 都可能是帮我们不到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果是烂的 这些东西是准备要做饮品的吗 对 然后有块有块的我们自己扔了 你早该扔了 你自己看草莓成什么样子了 这玩意 我都不知道你都放了多久 约销5000多年 你们就这样 以这种态度在做生意 了不起 我答案很少想 如果当日 你肯洗一洗容器 换一换漂亮的水果 我的命运又会不会不同呢 答案是不会 为什么呢 让你顾一下 如果一间店铺的容器 是干净 水果又是新鲜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就不是止饮罐了 止饮罐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不信你看片 不信插它不进 这么公平 用这个方法 就不怕止饮罐都不露了 那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制冰机 制冰机 日常清洁不 要 哪些流程是什么 然后没有 笑不笑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你日常打扫的卫生 小强 小强你怎么样 我和你相依为命 同金共关了这么多年 已经当你是个亲生朋友 公输狗 他们的制冰机 是有蟑螂的 能够做到有勇气 食材 加上冰都有问题的 全方位包围网 我想这一幕 真是耶稣都留不住的了 那看完饮品了 那可能他们是买炸鸡汉堡的 可能饮食这方面 就不是重点 所以就差一点点 我们体谅的 那看他们食物方面 怎么样了 你们是联锁是吧 加盟的 你到底了不了解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我就问他了 他比我还不懂 他比你还不懂 他还在后厨 那他主要是干嘛 最近把他放在台湾这儿 台湾不忙 让他慢慢练习 我就说真的 你们不打扫卫生的吗 这个开了多久了 这个开了多久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我把我能知道 我就说了 鸡米花就这样敞着 该露外头就露到外头来 你自己看 这些还用不用 这些东西还用不用 还平常尤其建在这儿 我们就没用了 这些拆了封的是这样 该这样放吗 我真的好想问一下你们老板 日常怎么管理 这些东西起了封之后 你进冰箱里 当把它给封好 对不对 这薯条都在里头 丢了吧这些 总之也没法用了 来吧再看下头 这些又是啥吗 每天的烟都 你先闻一下味道 你觉得这味道正不正好 正常没有异味 没有异味 没有异味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 每天都是烟先烟的 我是你个拐 哎 我就说这个短视频 只听到声音 看得到画面 闻不到味道 你自己闻一下这味道 闻过烧水的味道没有 你觉得和那个区别大不大 真的没有一个烟 你烟炙的时候 是不是该把笑情写好 这什么东西 你们自己得设定一个时间嘛 比如说48个小时 24个小时 超期了 它该爆损就爆损 我们会见到 它全部的食物 的包装都是没有封号 直接放入冰箱 还有些食物 很跳脾地跳出来 唉 不禁令我赞叹 人类的发展 真是快速 以前我听过走地鸡 想不到现在 我们连走地薯条都有 Yeah 难道一句 这家店不是开玩笑的 我当它把食物 就包得好地地 里面很干净 都好 但你个人想不到的是 它们的冰箱门是烂的 门有点烈烈的 然后你这些 我不知道你们从开店到现在 有没有打扫个卫生 这个冰箱已经裂成这样了 这个胶条该换 你不换吗 你们自己看得过去吗 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工作 行了 你把这个冰箱关了 里头一会儿该疼都疼 我们现在没法音乐了 好吧 我想老板 他每天早上开店的时候 心一定是这样想的 跟着这条最好笑的 我跟你说 拍戏 但我补充一点资讯 给大家听 在内地如果你从事饮食业 是要拿一个健康症 如果没有呢 你就不能够去接触食材 或者去进行食材处理这方面的工作 而片里面这位哥哥呢 他是没有的 整间店铺就有两个员工 一个就是这个哥哥 另外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就应该伸一点 那据片里面的哥哥说 就是那个女孩就认识的东西 比他更加少 应该现在他还是带着这个女孩 但是这个哥哥是没有健康症 而这个女士是有 不过没有带 贵心呢 我留 然后你呢 健康症看一下 我们健康症还没办 因为我们刚也没办 还没办 我办过但是不办 照片都行 这些呢 这些都是钢杂的 钢杂的 对 那都是热的 你摸这些都是钢杂的 因为你摸的还有鱼 我觉得里面还有鱼 你洗手了没 刚才洗了 没有健康症 你是不能够直接接触入口食品 行吧就摸这一下 就整个都废了 不是一点意识都没有吗 COO MAN 是不是个人呢 你说怎么想到这些 这么有趣的剧情呢 正常来说 之后就继续找到一些 食材是还有几天就过期了 怀疑他们是为了折省成本才这样做 昨天刚进 你们专门进这种 还有几天就过期的零星食品 是吧 2023年3月 就为了省点成本 就觉得这些东西 放油锅里炸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 把先生的平台关了 先关了 不过 讲道理 他们是没问题的 因为都是还有几天过期 即是未过期 所以严格来说 不过我就充心希望他们 当食材真的过期的时候 他们可以丢掉它 但你以为完了吗 不是 还有 我们看到这间店 把一些要解冻的鸡 直接放在地上 但你可能都会说 其实没什么 放在地上 有个盆装 还有一些胶袋 保护每只鸡 应该很安全 我觉得其实是OK的 因为他除了放在地上之外 他就拍了个蟑螂的肯主角 这是干嘛的 这个就拿着解冻的鸡 管你这个地上 你们不怕自己 地上全是这个水和油 你看你 知道吗 你这个解冻就放在地上解冻吗 你们来上班 采训过没有 有啊 食品安全这一块的要求 你了解吗 对 你采训的是啥 怎么做怎么炸 是吧 这些食材 这些食品 你解冻 你当离场离地辞工分 针对刚才检查的做的问题 你们很清楚 卫生条件 各方面很差 我们现在所谓你们 线上线下询责 线期整改 你们整好了过后 再来复查 复查复回要求过后 才能开始营业 其实我知道你呢 对自己很有信心 嗯 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就是对自己太有信心 看完影片了 大约就是这样的了 检查人员看到这个情况 都立刻叫他们 暂停所有外卖平台 和整间店铺都要暂停营业 就搞定了所有东西 之后给他们检查过 才可以重新开店 我觉得这间店铺就不是开玩笑 他们能够做到 由员工开始 到食材 到环境 全部都有问题 但凡你的信念一松了一点 你都没可能保持到 他唯一一个有可能合格的女员工 他有健康症 女员工都选择了不大 就是这样了 整条片就是这样的 几分钟不算很长 但威力非常之厉害 我当初看完315条片 其实都还好的 我觉得那些什么梅菜扣肉 听花酒 好像跟我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但直到看完这条 我就真的害怕 我有一段时间是不敢叫外卖 直到早前不舒服 接着又最近直播 直到很晚 就变成了中午就会叫外卖 晚上也是自己煮的 但因为看了这些片 搞到我现在每次叫外卖 我都好像拆蛋专家 我要去想一下 到底哪间铺会出事 哪间铺可能是干净些 哪间铺是恐怖的 我直接跟耳仔说 不如我们一天就开车去 我们叫外卖的店铺 我们实测一下环境是怎样的 如果遇到一些开放式厨房 那就更加好了 下次可能这些会稳定一点 我已经有那些外卖恐惧症了 但我又这么懒 所以令我很困扰 我常常在做饭 一定要叫外卖 煮饭又很麻烦 又要买菜 叫外卖又很害怕 有一天突然间有看片 看到我吃开的外卖 原来又被人检查出事 哇 我真是发恶梦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拍影片和大家说 等大家下次吃饭的时候 你们都和我一起吃饭 等你们吃得这么开心 或者有没有做饮食的朋友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意见 因为我刚刚和一个美国朋友 聊天 他在那边都是做餐厅 我就问他 爱哥其实有没有这些情况 他就说爱哥其实是还好的 不过有一件事很有趣 他就这么跟我说 就是他说 外国那些人来检查 其实就不会理你卫生情况 他一般就看你的冰箱 是否合乎规格 因为他定了你一定要计多少度 只要你是合乎规格的度数 就没有问题了 其他东西其实一般都不查 不知道大家看完影片 就有什么感觉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或者如果有做饮食的朋友 都欢迎你留言分享一下 到底你们的餐厅会不会是这样 还是你的家家不会 之后都可以分享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再见 拜拜